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中国平安顶队运动员刘浩 现在我们正在湖北隔离 然后在隔离期间呢 我来带大家做两个隔离期间做的动作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下分下 这个动作里面就是 腰背要保持 要动住 然后往下 往下 蹲下 然后快速 快速强起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连续做 下面我来带大家练习第二个动作 下面我们做上支的 你可以找到一个床板 或者一个底子之类的 把手给固定住 把手撑在上面 然后 脚 脚伸出之后 然后一致就去走 去走往下 然后重复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 我们一般都是五十次一组 然后做三组 然后刚刚那个下蹲跳呢 我们建议做三十次一组 也是做三组 大家好 我是中国皮划顶的运动员郑重飞 现在我们正在湖北进行隔离 今天我们来教大家两个简单的核心训练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一个简单的收腹动作 大家可以在床上 两手放在背后作为支撑 然后两腿悬空 两腿向上收 感觉腹部 肌肉的收缩 这个动作可以做十五次到二十次 然后可以稍微慢一点 然后感受这个腹肌的用力 第二个动作也是一个核心训练的动作 两手垂直与肩同宽 然后身体为一条直线 然后手脚就是同时对侧抬起 初学者如果有一些难度的话可以 手和脚分别这样分别抬起 这样会稍微简单一点 然后脚就是分别抬起 动作要点就是始终保持身体的一条直线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橡皮条 然后的话一般家里大家都会有这些类似的 也可以找相同的能够替代它的一个东西来进行训练 那么我们先把它放到我们的背扩上 然后这样身体保持质地的同时 两手自然放松 然后我们深吸一口气 然后吐气 用我们的背扩的力量把它往后顶 手往前无限延长 吸气再收回来 吐气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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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训练动作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橡皮带固定在一个地方 然后的话我们 我们两膝保持一个柜肢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的手正常往前 然后我们的手向外外侧一个旋转带动一个肩关节 肩关节的一个练习 然后我们反方向 这里有一个支持点就是说你的手往前去的时候 它可以有很多个面 就是说我可以这样或者说这样 这个不同角度的练习它都可以有 可以大家在做的时候可以把角度就是做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可以及时更换 首先呢我们准备一种这样的调义 然后双脚与肩同宽 做下蹲 做的时候背部 这个背部要挺直 第二个动作教大家做猫式伸展 跪姿的距离和肩很宽 从脊椎到颈部 从下往上 标题 从你都一节一节往上 然后呼气 从你都一节一节往上 然后呼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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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